日本攝影師小林賢武 走遍各地拍攝風景 更將宜蘭聖母山莊 比喻為抹茶冰淇淋山 成為知名打卡景點 熱愛台灣的他卻碰上詐騙 十四號深夜 小林賢武突然在臉書發文 在台灣碰上租屋詐騙 被騙了約十六萬日幣 也就是台幣三萬六千元 小林賢武發現被騙後 也立刻前往派出所報案 應該大家看不出來 裡面最衰的男生是誰 好好講 好好講 所以我的負責是帥一點的練 小林賢武提供當時的對話記錄 對方表示預付兩個月押金 可以保留優先看屋權利 還強調如果看屋後不滿意 押金會當場全部退還 沒想到匯款後 對方就搞失蹤 才驚覺自己遇到詐騙 我們被冒用是冒用照片 然後同樣一個照片 它有被PO在別的租屋網 然後它的價格比我們的價格便宜了 大概將近快一萬塊 實際屋主的朋友也出面 曾經確實有放到租屋社團上 招租但照片和內文卻被詐騙集團 倒用也已經要求下架 呼籲網友千萬別上當 類似這樣的租屋詐騙層出不窮 都是利用預付定金可優先看屋等話數 欺騙租屋主 警方也提醒看屋前還是得這三確認 別輕易匯款免得當了冤打頭 3日新聞正常的學生云台北藏寶